南投律师公会第八届第一任及第二任理事长交接典礼贺克云吉 新任理事长吴立央律师表示 一旦律师法完成修法 很可能南投律师公会就将走入历史 则未处偏乡的民众需要千里迢迢到大度会咨询法律问题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几年的一个律师法的一个修法 有可能会造成南投律师公会走入历史 因为南投在地的律师不多 民众如果有法律的一个问题要做咨询 必须要千里迢迢的从很偏乡的地方来到大都会 如果说南投律师公会因为律师法的一个修法变成历史的话 这些个弱势的民众他们有了法律问题 想要去找律师来咨询 根本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们希望能够留下南投 为南投做一些事情 县议员罗美玲肯定法律人不单单忙于法律工作 还很有爱心 都会拨控做很多的公益活动 刚卸任的郑崇皇理事长 以及现任的吴立央理事长 都提供很多弱势族群 以及原民法律的咨询 刚卸任的这个郑崇皇理事长 跟刚刚上任的这个吴立央理事长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律师 他们不单单非常的优秀 而且也是非常有爱心的这个法律人 比如说像郑崇皇理事长 他在去年在任的一整年呢 说是他做了很多公益的这个活动 他带着他的团队到这个偏远地区呢 为这个原民呢提供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知识 那去年呢他在暑假的时候也跟南投县新住民关怀协会呢 也办了一场这个新住民二代的小小法律营 希望说我们新住民二代从小就能够有正确的这个法治的这个观念 吴立央理事长表示将销规潮水 继续做偏乡弱势以及原民的法律服务 对此卢美龄议员特地表达感谢与肯定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律师呢 其实不单单只是忙于他们这个法院的这个工作 其实呢在这个 他们尽量呢就是拨控呢 就是做很多的这个公益活动 对吴立央理事长的这个 未来所要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工作计划 我们都非常的期待也很感谢 未来呢我们还是会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继续呢销规潮水这个政理事长前任所没有做完的 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为偏乡来做相关的一个法律服务 那么包括呢我们也跟这个南投县政府原民局 要在今年的七月份 在为这个原民的海统办一场这个法律营 那也跟这个南投县政府教育处呢 要配合在15个乡镇呢 来办为这个老师还有家长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法律咨询服务 南投律师工会今年将深入偏乡 提供更多的法律咨询 期盼让更多民众了解法律常识 保障自己权益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即将来自识地图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